藏子 我真的对不起你 小马他特别有意思就是 他有很多不同寻常的东西 又加于这种理想化的东西在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 特别吸引我也在于这儿 行了 别装了 你懵不了我 谁不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像当年我在靠 我一会儿渡进空 我真的能救你 你看看看看 又耍小孩子脾气 他是不善于跟别人有一个 过度的交流的人 因为这个人身上的灾难比较多 然后命运的玩笑也在他身上特别多 他是后天之忙的 他有爱着他不可能去得到的东西 他一直不接受说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把我的寄托和情感上的东西 思维方式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 就是那种很微妙的一种交流 所以小马跟时间玩的游戏 他也是跟时间的一种交流 包括他把嫂子想象成一匹红马 他也是把自己的想象和情感 寄托于这个模拟化的东西出来 就是一种孤独造成的 你干什么 不行 快放开 因为他在很小九岁出车祸以后 他对那种母性的 那种异性的那种记忆 就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 所以当他再次接触到异性的时候 他特别容易就是把对母亲的这种 缺失寄托在这个人身上 或者是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东西 跟他母亲的某种东西 可能是吻合的 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这个出发点 都是复杂的 可能都是有一种寄托在里面 小蛮跟小马一样都喜欢故事 无论真的还是假的 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 小蛮都喜欢 小蛮可能是从他精神上和身体上 同时给他了一种爱的感受 的一个人 所以在那样一个年纪的 就是那儿的这个世界里 那个可能就是全部 拍这个电影等的时候给我上了一课 就是盲人他们的感情是这么的细腻 这么的丰富 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 甚至比我们更加的敏感 更加的细腻 期待这部电影 为更多的人看到 看到以后 让他们对盲人 一个了解和一个认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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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